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妆台干得好 书妆台怎么了 书妆台成了大背门 而且进罩门耶 难怪会一直吵架 吵不停 所以不是你跟老公爱吵是这个镜子的问题 你怎么办呢 那怎么换呢 其实一般就加门帘 因为这边有摆婴儿床的关系 要不然其实照理说 这个书妆台摆到那个角落是最好的 对 前天主卧有一个柴位啊 所以把它换个位置好了 对啊 加个门帘 加个门帘 过个新的门帘 然后盖住 然后一般就把这镜子呢 用个布盖 盖起来 然后这边也可以放一个柴位是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放铺满啊 聚宝藤都可以啊 聚宝藤啊 招财啊 那接下来就是 儿子的房间 让你操心的 最擔心的儿子 好绿喔 好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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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 电闪 这边有电幕扇啊 诶 这上面有电闪 诶 超级 吊车 吊车 天啊 上面一整是什么东东啊 这是什么 灰尘 这个吊车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使用了啦 我其實有考慮是不是要把它拆掉 所以它一直沒有在使用 應該要考慮到發臉了吧 你這個灰塵已經賺了一粒一粒了 怎麼會這樣啊 先不講風水格局啦 這不是我們要嫌棄 你的臉真的嫌棄啊 你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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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不夠乾淨啊真的 對啊而且每一片都有耶 而且那麼大了齁應該也是要教他們自己整理 這為什麼是媽媽的工作 是他們自己要打掃啊 你看這邊全部都灰塵 這根本就是他們自己要打掃啊媽媽 他們是一個月的那一次啊 你剛好夠我到來家 很懷疑耶 然後老三都還住在這裡啦 但是我覺得他強壁能隔氣這個綠色還不錯耶 你說這種斑柏綠是不是 那個斑柏綠是怎麼樣漆出來的 本來不是那個樣子啦 你兒子漆的嗎 不是 這是我先生漆的 我覺得是濕氣太重 還滿奇妙的 這一塊的濕氣最重 因為外面是花圃 好可憐喔 對那我先兩個月前吧 才動工把那個土往外推 然後裡面這邊就是讓土不要直接跟牆在一起 不然之前好像怎麼漆沒有多久就都會開始掉漆這樣 這個要立即趕快改善啦 一般運氣呢真的會掉漆啊 因為這個變成說呢 你這個這個牆面有沒有 其實不要土五顏六色的 譬如說你的家裡全部都白色那就全部都白色 因為這樣的話如果你一下大紅一下大的綠 這樣會形成一個香客 這樣反而不好 但你應該把它全部把它漆乾淨之後呢 首先呢 這一個吊栓呢 這灰塵要先弄掉 如果很多人都會誤解說 喔我白人都開運的寶物啊 然後呢大家只想要開運 但是忘記先除灰 對 家裡的晦氣重 運氣根本不會開 所以一定要先弄掉 但請問一下老師 它這個吊栓是有必要存在嗎 因為他們都睡在這上面 當然沒有必要 因為它這個吊栓就變成是一個刀光劍影嘛 有沒有 而且直接壓到床 對啊 代表意外血光的世界很特別多 異味血光 我的兒子他現在當兵比較少回來住 那他之前原本住在這邊的時候 他就車禍過兩次 然後我老二今年也發生兩次車禍 其中有一次還是人家車子停紅燈 停著沒有在動 然後他自己就撞上去了 然後那次自己撞了全身自己受傷 他是想睡覺還是喝了點小酒 沒有啦沒有 最不明其妙就撞死他 對 而且是一個月內兩次 精神不好 那有怎樣嗎 就很嚴重嗎 是沒有到很嚴重 就皮肉傷這樣子 還是趕快拆掉吧 因為床上面有這樣子 對 這個把它拆掉 然後後面這個又到頭沒有霜 這個霜可以把它封起來了 因為這邊就有這個床 對 要不然就是完全六神無阻啊 腦袋都空空的 對 然後還有就是他這個書桌也被門充 所以呢 其實小朋友大 朋友長大的話呢 這一個書桌應該可以把它移到哪一邊 或是保留一張就可以了 不然這邊念書呢 怎麼做你也做不住 房間內灰塵過多 環境雜亂 除了容易影響健康外 更會帶壞出外運勢 最好將房間整理乾淨 給自己一個舒適的休息空間 而沾滿灰塵的吊扇 位於床的正上方 容易造成主人出外意外血光不斷 最好早點拆除 避免造成傷害喔 那我們現在來告訴大家 因為剛剛講意外血光嘛 我們來告訴大家 2016年呢 整年度到下半年都要推意外血光生效 生效 好喔 提醒一下大家 對 一定要一定要 好 那委託人數什麼 我數兔 我數兔 好 安全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生效如果屬戶 屬猴 屬蛇 屬豬 這四個生效呢 特別要留意交通意外事故的問題 例如交通舉凡什麼 例如說做大眾運輸啊 自己開車啊 騎車啊 甚至是例如說你坐電梯啊 等等的 這時候要特別做 坐電梯 坐電梯 對 坐電梯就沒有遇到囉 被困在電梯 好笨 對 還好是跟老公 是 不然如果一個人就嚇死了 真的 李小姐的蛇子生效是 我老大數鼠 老鼠 老鼠 老二鼠虎 老三鼠蛇 哇 那虎跟蛇就有種喔 就要特別注意 那接下來還有兩個生效要注意 就是 你的兒子有種 一個老鼠跟狗 沒有老鼠呢 犯了是白虎型 白虎型呢 在今年的話 特別會有官非意外的問題 例如說刀光劍影啊 出去跟人家意見不合的東西吵架 然後呢 狗是因為他犯了一個就是 我們講會有憂鬱 然後呢 救急復發的問題 這兩個是比較關於健康的 要特別憂鬱 是 那我想說呢 這一間呢 就是如果有 比較要注意的這些生效啊 你也常常可以去正廟啊 去拜拜 對 神佛保佑你啊 放著平安符啊 沒錯 或避險的東西在身上 是 車上也是這樣 對 這就是一個化解血光的其中一種方式 是 那第二種方式呢 就是捐血 捐血 對 如果你的那個身體啊 可以捐的話 那我們就盡量的去捐 這一種破血 對 破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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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種方式 對 這兩種方式 我覺得都還蠻有效的 還有一種方式呢 就給大家 就是呢 如果你有放這些血光之災 會運氣不好的話 家裡呢 我們今天有教會大家可以用那個 廚藏草 廚藏香 對 家裡的角落定期進化 那當然這個灰塵要先弄乾淨啊 然後再進化 那更好 好 好 加油囉 好 是 所以好好跟兒子商量一下 對 全家起來大嫂子 對 再丟東西丟丟 整理一下 那最重要是媽媽你要放開心 對 好 沒問題 對 去叫他走一走 好 太擔心喔 找伴侯友聚一下聊聊天 嗯 你要找時間跟空間給自己釋放一下 好 自己要先照顧好 你才有辦法照顧好 對 而且放下不是放棄喔 對 是 要珍惜生命嘛 對 要喜遠喜福 對 珍惜當下 對 真的想要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呢 就我們剛剛那個大禮拜 或者是佩真姐姐也可以介紹大家 就是唱Elsa的 Let it go Let it go 回去了 對 他喝水了 好 好 謝謝小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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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雞的朋友要小心異性的部分 因為可以避免這個討話 鼠狗的朋友要少說多聽 那麼盡量避免這個糾紛 那麼來要預防 那鼠豬的朋友有貴人相助 在事業各方面來說 有助於你的收益